好,来 1994 1994年 数什么的 数狗 数狗的 你想问什么 问我将来 问你将来 你把你的头发羞羞好 你将来就好一点了 你的头发太想看了 听得懂吗 像花草一样 要尖尖好 明白了吗 人是一个很好的孩子 但是呢 对妈妈特别孝顺 但是呢 你要知道 你的命很硬的 所以你有时候经常要 帮助爸爸妈妈 因为你妈妈跟你爸爸 两个人有结的 两个人结很深 可能会 听得懂吗 明白吗 就是说你自己必须要 帮爸爸妈妈一起念解解奏 否则的话 非常有可能这样 听得懂吗 还要我讲啊 所以我 我就是不讲了 说不定已经这样 好了 小弟我告诉你两点啊 第一 你以后在公司里面做个manager是没有问题的 明白吗 但是你这个人很好意气会害了你很多事情 你现在在学校里就是了 你有时候帮人会帮助事情出来的 听得懂吗 翻眼睛也没用啊 翻眼睛也没用啊 听得懂了吗 好了 其他没有什么大问题 自己钱财方面你用不到担心的 就是自己要懂得做人 因为你这个人命比较硬容易跟人家碰 明白吧 所以这一点要注意 其他没什么问题 还有以后婚姻的问题 少听你妈妈的劝 因为你妈妈在你耳边 这个不好 那个不好 你永远找不到媳妇的 你谈一个 你妈妈就说不好 因为你妈妈跟你前世两个人 夫妻了 所以你到哪里 你妈妈都陪着你 听得懂吗 你妈妈永远不会放弃你的 你媳妇就麻烦了 明白了吗 台长讲什么 你心里都一本账 都清清楚楚 台长希望 下一次如果再到新加坡来的人 希望来的人更多 让大家做个见证 能够更好的学婆念经 好不好 我教你个方法小弟 好不好 你跟你妈妈多念一点 姐姐咒 明白吗 姐姐咒说 去除我跟我妈妈的恶缘 然后去除我某某某 和我妈妈的恶缘 但是生下来都是善缘 善缘的话呢 你妈妈就不会盯着你了 听得懂吗 否则你妈妈就像猎人一样 盯着你 明白了吗 你妈妈我告诉你 为你吃了不少苦 那就是前世的事情 没办法了 大家听得懂吗 好不好 听得懂 好了 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小弟 前度我已经跟你说了 但是最好不要做麦康楼的 没那几句就好了 好了 好 谢谢啊 我到新加坡来 我觉得挺开心的 因为新加坡的人很聪明啊 他们会讲国语 会讲英文 还会讲什么马来语 什么闽南话 什么都会讲 好